给予你错误的方向得到安慰 但不容易有佛法 给你有佛法但你不是根性能信受 那如何给你一个安慰让你不生恐惧 让你的身心能归向一处而又具足佛法的道理 净土 佛法、佛号 这都阿含经大小圣经典都谈的 这个要找课多了 我发觉 所以有很多人人云欲云也不了解 我觉得最主要问题是不了解佛法 然后听别人讲就容易问题 金刚经讲一切法是佛法 只要能适当的应用时间把启发你的政治的话 都是佛法 所以我常讲不静观的烂尸体都能启发 让你能解脱 佛法怎么 佛像为什么不行 很多人偏差 但这种偏差会断很多人毁灭 但我们有信 就在这个善巧当中 我们有一个接引的地方 我们不是之前在一个课讲到说 归一其实要寻求救护 但这个救护要救救护我们 脱难 免难 其实归一三宝 本身核心就在这里 我们讲了很多道理 究竟的脱难 免难 当然是依宜 佛法的智慧 智慧 破无名 这才是究竟 但这条路里面有很多接引众生 脱难免难的善巧 见识引导众生 开启智慧的路可多了 因为众生根性太多了 那我们以下讲佛者有多少能受用 不行 我就给你方便 就像一切都无常 对不对 那你们今天为什么到金刚寺 这就是一个方便 你也可以在家修对不对 可以 我不是说 我们在这里大家 团体大家念我 我们要受种种约束 可是你发觉 历道跟你一个人在家修就不一样 一切缘起的生灭的法 虽终归无常 竟然在你修学过程 这一条过程当中啊 帮助你 走过那一段 让你进步 我们都会从一个荒山野地里面 把它一个道场给建立 让大家修学 我们这种根性那么差的人 都能多少 弄一个简单的道场 让大家用功 你说活可不可以 建立到 建立净土有没有违背佛法 我们现在我刚才讲过 我们对净土信信的里面还没有信的很真实 信的真实的力道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难免在这一份信 往后有些 老菩萨们啊 反而他们心事单纯 一信就信下去了 他们从拜官官方 官姓贼官呢 拜《马祖伯》 他们养成习惯 所以你信就信了 虽然他信不一定很 清静 但他那个信 他拜那个官宫 拜 马祖 拜得很习惯 所以他的转换很快 虽然不一定很亲近 但他的信有时候比你那种 说懂不懂 结果那种半懂不懂 让你又 你半懂不懂 又不好好去水星球答案 结果反而坏了你的信 所以我们的信不够 所以我们对净土有点抽象 甚至有些人认为说 净土完了就是 哪有什么土豪 尤其是谈那种一切法无我空的人 把这个道理讲到最后变成 成活解脱到最后是什么都没有 那很恐怖 如果成活解脱到最后什么都没有 那为什么要休息 意义都没了 就是空掉而已 那干脆把你现在烧了不就一样吗 所以在佛法里面 经典里面 活还有什么 长极光土 暴土 硬化身的方便土 世间不一样 会成就不同的 依它不同的成就功德 会显现它的受用 它依然无常 但这个无常跟我们所讲的无常那种 染污无常 不一样 所以我常讲这个比较抽象的名词 为事里面讲 我们现在这个世间叫做 依它起 依它就众缘合合的意思 但这个依它起的这个世间里面 有很大部分是贪嗔痴无名 你看我们从一个道场慢慢进化 是不是由你们的付出 大家出家法师各方经营 虽然我们这个三个臭皮匠也慢慢凑出一个诸葛亮出来 大家也受用 我们这种凡夫都还可以让大家做作用 诸佛菩萨是不是依它的智慧 可以创造很好的净土 一样的道理 它只是它是用清净缘起的 我现在讲这些道理告诉你们什么 当大家用一种世事而会观念 去不能接受火定净土的时候 你那种求生的心就会落下来 我要告诉你 净土的实在就像剑类金刚师的存在这般实在 你现在坐在这里啊 也是无偿苦 无偿苦控也是缘起性功的 但你受不受用 不要剥舞喔 修行讲到最后不要剥舞喔 你就在这种如患的生命当中 你是不是还要受用这些这样的因缘来成就你的刀也 我是以更广大清净的心 他成就活了以后不是断灭喔 活如果到最后成活以后什么都没了 那你这种讲话这种断灭见 是最容易断人家学活的意乐心的喔 因为反正学完就没了 不是 学完之后 成就活到 反而能广力众生 眼线无边的广大功德 是这样 所以我们一切无常都能创造一个道场 那叫受用 诸佛菩萨更是可以 那这样的因缘是清净 智慧相应的一他情 所以 净土 他也是生阴缘变化 但这个阴缘变化当中是怎么样 他不是定性的 他如果定性的时候那个极乐世界的鸟不会开口 为什么啊 就听了啊 他不能念我念我的啊 他就是还会嘴巴动 表示无常 对不对 没有常性嘛 可是他这一切都是 纵缘清净功德显现 所以我要 让你们知道 就是说 其实我们求生净土 我希望大家越来越现实 回到一个现实就是 我今天从家里到金刚师 那我也用这个心情从此处要到基了 各有因缘形成不同的时间 而有活成就这个因缘 我将去那边 那去那边的理由 我们后头会讲 所以假如我信得过有一个我将去的 你知道你对你临终有什么多大的帮助 你信得过 我这一点就是我们现在文法修学 包括我们打活躯 打活躯不是一味的要你心这样都把很多都抛开 我要你做好决定 整个活躯一次一次的活躯 是让你们的决定心 越来越坚固 到最后睡觉的时候 即使变模糊不清的时候 我要回家 谁带我回家 只想回家 都不用人家 像我们要回家都要逼很多姻缘 因为有些小孩子 你回去我带你去玩啊 不用 那现在一个浪子 看尽世间的苦楚 经过世间无尽的苦楚 就一个心想回家 就好像那个小孩子啊 被人家欺负了 一路上那个变故 妈妈 就是这样 就叫妈回去 那我们这个世间人有这种习惯 问题不一定纠结 那佛法在这样的寻求救护 脱难的 这样的众生需要当中 应众生的这份惶恐不安的心 融色的所有佛法 阿弥陀佛 创造依祂的愿力 就好像说 我们现在还有很多孤儿 就有人 发心创造一个环境 收容各方孤儿 最近有人传一个那个 看了就 现在中东不是 那个吧 那个难民啊 我们在这里死一个都很伟大 他们那个动不动就死很多人 好像没感觉 那一个小孩子很 那个 问他吃什么 我们现在在吃草 他们现在吃草 没得吃 吃草 你说那你现在喜欢什么 面包 你多久没吃 好久好久 是不是 我们现在就是说 当我们 有一个目标 当这很多苦的时候 我觉得世间不可爱 那我不断在抉择之后 我确信有一条路 我要回去 其实我现在就在讲 阿弥陀佛 所以你见的苦很实在 而对你委屈的目标 你信得过 其实只要两个看清楚 你大概信就决定了 你看不清楚 这两者 世间苦 世间的不究竟 你却还贪爱 尤其最大贪爱是 信得过自己这份生命 在念我当中 在念我当中 始终 懂得厌离外面 就是不厌离我 就是这样 然后 要往生 且 有一个目标 别人说 也好相信 但内心 私底下 夜深人静的时候 到底有没有 你大声讲 不用客气 不要在那里私底下讲 为什么 这是你这一生的事情 不用客气了 有疑惑就当解语 你应该把所有可能的疑惑拿掉 到最后 我要决定 你一旦决定你的生死 就不 你知道这里面 带着多少意涵 你从很多的努力 去了解 净土所代表的修行意义 这里面有很多智慧在里头 我们讲的善根 信 敬念 定会 都在里头 就在这么一个 我给你错误的目标 我给你一个别墅 不容易升起这种善法 但如果我给你一个很好的佛法目标 加上你要发菩提心 加上你了解佛里面 佛法里面 他跟你谈了哪些 你产生这种目标 从这个目标 念念念念念 念佛的时候 你寻求多少善法你知道吗 这是何等善巧的一个法门 所以这重点必须要怎么样 你必须各方面努力 你对净土法门 你要经过不断的理解信寿以后 以它为目标 发起念佛 从这个信念一起结了很多善心手一起涌上 然后在这里加加结结 加点 大悲心 加点菩提心 越加越加加 到最后 一些砸懒的心慢慢又被拿掉 清净的心越来越进去 以后就串成一个 非常坚固清净的 往生信愿性 这不是感性 这里面充满你不知道的 智慧在里头 功德在里头 那随着你能知道 你又更懂得下手 那真正念佛 这个佛号里面 隐身多少功德 没人能了解 我 仅能尽量谈 我和我观察到 光一个佛号里面 隐动多少信心手 我们不是看那个佛号 现在很多人强调 那个死板板的佛号 那个死板板的心 但如果你能了解 在这个心升起的时候 它背后 引动你多少善法 更不要谈阿弥陀佛的加持 这个就不谈 就光你自己 所以 我们现在要往哪里 你如果能直下承担 观察这个生命是虚假 大根性 当下就禁度 如果不行的话 给个方便 你可以在家里好好修 如果不行 来金刚寺 到其他道场 都好 只要如法 是不是这样 因为你还不能独立 你显然还要找个地方吧 所以很多人就讲说 我不求生禁度 没关系 英文不一定要 有人说我不念佛 我就觉得越来越怪了 三宝弟子 一直是 归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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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归圣 归佛就是念佛的意思 其实念佛真正的意思 就是归余的意思 但有的人说 我就觉得有意思 有的人说我不念佛 我不往生 我这样讲要厘清 我把很多 很多矛盾事事 我会观念把它厘清 假如现在 在释迦摩尼佛在高雄 说法 你请问你们会不会在这里听我说 你们听我也不讲 因为我也去了 是 假如释迦摩尼佛现在在高雄 他晚上 半夜三点开课 我告诉你我闯红灯都照床 警察如果追我最好帮我开路 这叫做求生净土 所以很多人愿意清净善知识 愿意清净清净的道场 说他不往生 我说念佛真的有怪 很奇怪 其实真正的净土就是 藏水果穴 真正的净土就是 假如这里面 假如在世界里面 有一个非常好的道场 有得到高生 正果圣人 生团清净如法 去那边很多烦恼可以相互 就像以前那些 以前那个 有个长老跟我们讲说 以前的丛林 很清净的丛林 一进去那个旺墙就不见了 光到山门 就不敢去旺墙 他说不知道那个 整个丛林的气氛一进去就 自然被那个道气给射住 会不会这样 会 我常举说有一个 他那个人是怪怪的 他会有点知道名牌 他有一次说看到名牌 自己想到 就跟人家讲 真的出来 没人相信 所以很少人买 第二次他讲 就有多一点人买 真的又中 真的中 第三次又看名牌 这下就很多人买了 买完了以后 大家 流传出去 连黑社会都知道 他会讲名牌 就那个赌博的名牌 说会出哪个号码 结果这一次第四次 那可黑社会前村都急前了 连黑社会都进来 结果就第四次没中 前三次赚的都没有抵过第四次 所以黑社会就要追上他 他没得跑就跑到我们道场去 躲在里面一个月 那一个月他要回去的时候 走出山门 走出去他要回来 师父 师父 好奇怪 我平常开口闭口都是三字经 都是骂人 我在这一个月竟然没骂半句 第一个为什么不能骂半句 因为你现在是我们保护你 你也敢骂我们嘛 对不对 再过来也没有什么恶因缘让你 他的习气很强喔 但碰到我们起不来 有诸多的因素让他的恶口 起不来 这就是净土 相对对看来讲就是净土 所以寻求净土本来就是一个 活地子 本来就是很正常 你寻求善知识 追求一个好的道场修学 本来就是理所当然嘛 有的人竟然说我要 我要预寻善知识 但我不要求生净土 因为你不知道什么叫求生净土 从一开始你对净土就不了解 我不想挡在那个地方 谁跟你讲到希望净土绑在那里 你送阿弥陀经看看里面有没有一条链子 练到跑出链子来会把你困住的 净土五经里面会跑出链子来吗 我们经常讲不为安阳 对不对 我们能怎么样 到 那个 他方 无量的国土去什么 供养诸佛 换句话说 到净土 并他只 你可以把当作他只是一个 名词而已 他其实就是网络 希望净土就是internet 到了那里以后 四通八达 他的原意就是这个 所以他 绝对不是我们想的那样 他其实我们要讲说 我方便用土来建议 其实我利用这个法门开通了你的诸多障碍 让你跟 就像说 我如果镜子一擦亮 我月光 星星的光是不是全部都进来 当我利用净土法门这份发心 不断累积之良 入于净土的时候 其实表象是入于的净土 其实是将你心清净 然后跟一切诸佛做一个相应链动 其实他的意义在这里 所以你前前后后都必须要知道这个法门背后所引起来的真正修行原理 你才能信守 所以有很多人就是这样四四二非 所以我们来知道就是说 这条修行路 我们又拿到现实 回来 我们的临终你安排好了没有 你的心放哪里 想现实一点 你对你的来生 假如你不往生 你的来生你怎么样要安排 现在有的人趁他现在可以 讲大话 可是其实他有没有想过 他信不信得过自己所修的法门 能不能安住 所以过去为什么很多大德修的很多行 必得很过关 后来改为念佛 当然我不认为每个人都要如此 但这个理由在哪里还是一个现实 我修的来修不来 我不安就是不安 我需要依着经典所告诉我一条路 我单靠我自己 不容易成就 尤其一条路修到最后你就知道 所以曾经有一个人他就是 他跟我讲他在教禅定 一个法师 因为他对净土法门有疑惑 他学许南传的禅法 他也了解北传的 但他就不大信得过 因为在那种户围里面 他不容易信什么 那时候我在讲净土的时候 我就从四圣地的角度来谈 他说原来净土是这样 我说是那我也可以修 我说你本来就可以 他说讲实话 我也知道靠我自己的功夫 我不对我生死一点把握都没有 这是他的真话 今天你跟我讲这么一个净土 我知道原来跟我所信的根本不违背 跟我所学的根本是一致 我 知道我可以继续修我的禅定 但我可以不违背我这样的禅定里面 竟然一条路而更增上的求生镜头 我对我现前的生死有个安顿 我对未来的修行路 尤其是行菩萨道的 请问你的下一步是什么 我的下一步很简单 哪里有佛哪里去 我上次 睡太晚了 只差两千多年 就看着世尊那部车走了 两千多年是刚走而已 因为如果要比对那个弥勒火来 那个好几亿的那个 跟两千多年刚好是看着车开走 是不是 那我现在呢 我现在务必把握 我不再让他过 在这种混沌的世间里面 要修行障碍太多 所以你要了解说 一个人 当他 第一个 一步 对世间看得更清楚的时候 也了解佛法 也了解佛法的时候 又感觉到 处处障碍 我今天 要给大家做这个 讲的时候 又看到那个 一个经 里面讲 自我何责 责心的一句话 我下次要把它写下来 就是作为弟子 应该活弟子 怎么自我要求 我们现在 看不清楚 目标不清楚 尤其在这个混沌的世间里面 修行好难好难 一般有的人还没体会到 你如果体会到呢 你就会有那个心 所以我知道 要守护我这个修行的慧命 我有怎么样 藏水活血 要行菩萨道 我有藏水活血 要圆满佛道 游有藏水活血 这是我未来的目标 菩萨如此 我当如此 所以我的下一步就是藏水活血 所以我们后面会讲 阿弥陀现在说法 而我做一个菩萨道的人 我不是只是寻求自我的 缅难而已 我希望一切众生都能拖难 缅难 所以我第一步 我务必巩固我的菩提心 让我远离障碍 唯有 藏水活血 哪里有佛 往哪里去 好 因为我为什么现在要先谈这些 如果我一下一口气 不把一些疑惑给他一些大家容易有的障碍给去除 一开始就谈这个经典 难免又要 慧敬口舌 那或是说 一开始的疑惑 没有稍微排除一下 讲归讲 祖师大德也讲过了 因为祖师大德他碰到的问题 跟我们现在碰到问题或许不一样 那以我们的经验里面 我们希望给你们一些意见 给大家一些厘清 把剥洗干净了 好到法如 好 那我们今天时间关系 今天就到此 没错 好 请和长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欲怯 普及欲怯 我等于众生 我等于众生 皆共成活道 皆共成活道 阿弥陀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和长 请和长 天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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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以如来真实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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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阿弥陀佛 昨天所谈 昨天我们 有一个 简单的 想要表达的 意思 就是说 净土的存在 就像 我们现在这个存在一样 因为 唯有你把净土看成一个 真实 你的心才能产生向往 好 那我们好像也都认为 真实但我是 提供大家去反省 如果你真的认为 你对净土的信寿 是这般真实 就像说你要住一个 黄金铺地的呢 还是要住一个 石头铺地的地方 黄金铺地 这是一种自然抉择 那你如果真的信的下去 你的心应该产生改变 怎么改变 对世间的一切 你都会很随缘应对 我最近不是举那个例子 我金门当兵 当初的金门当兵 我们是不能打电话的 我们就靠写信 不能打电话 就像关在那里一样 所以等到我们要退伍前几个月 你知道那是无比欢喜 只要想到退伍都还没退伍喔 而且信量都很大 如果有人要跟我借东西 我都说不用还 为什么 我不可能把自己东西带回去嘛 如果有长官骂我 我都心里都说 很客气地对应他 不苦恼 因为只要想到要退伍了 就好舒服 那长官骂我 我心里讲 你在骂也没多久了 因为我把退伍当真的 因为我知道那是垂手可得 时间到我就离开这种监狱 军中即使不是监狱 可是他就把你弄得你不自由嘛 退伍都让我起那么大的信量 如果你真的信受净土 照理讲你的信量都改变 所以我才要问你 所以要给你们就是 我们这一段的不断的修学 不要一直忽略的 或是不断的 应该要让卫生散生 为什么 还没信的要让信增长 乙信要增长 卫生信要另信 所以这样的修行才叫实修 你这份认知心决定好了 你的念火就快了 你这份认知心不决定 你这条修行再勉强压 内心背后的疑惑 始终把你打佛气 打了几百遍的根啊 善根照样一口气把你打掉 因为你可以在沙滩里面盖了很多的沙堡 那就是不堪海浪一冲就千美 你怎么用功 无法改变你对世间的执着 你无法改变你对净土的疑惑 什么 这就是 为什么武善根信进念定会要有信根 为什么要自心信乐 本来净土法门就很单纯就是信乐 但自心 我们现在无法自心找出原因 净土就像 那因为阿罗汉杜涅槃 不是空洞 死了没了 活成活也不是空洞 所以很多人啊 修空观的人修到最后 我常讲啊 空的很方便 为什么 因为他有的很自在 你听懂我的话吗 一切都不可得 为什么他讲的那大方便 那么大方 因为他现在可爱的都还守着 他讲这个一切都不可得的时候 他根本是一切可得 不然为什么有人到临终会惶恐 为什么稍微有点刺激 稍微有一个逆境 他的信心就动摇 很简单 你的血火炸不了根 你的信根不具足 所以信根是智慧 那我们现在讲说 其实一切缘起 我们昨天也谈到 这样的道场 从很荒惠的感觉 到现在我们可以在这里 或者以前这个也不小心 会掉蛇上下来的 有时候都掉到那个沁里头 咯咯不是设立子 是蛇 好 我们连旁边那个牌位 你怎么想都不知道他蛇怎么进去 我们就怀疑这个蛇是从那里化身出来 还是怎么进去 想不痛的 他就能进去 就是想不痛 到现在你们可以坐在这里 人心 我们讲的唯心净土 千万不要把它抽象化 因为主动力是在那份信念 这个世间由大家 我们深重将大家形成的 是不是也是我们的信念 所有的国土也绝流之 只是我们污染 我们这个世间五着二四 但随着我们的心夜的夜清净 这个道场会改变 当成活的时候 旧静清净的时候 这一个更是更殊胜 所以修行解脱人 不是完全空洞没了 那真的太可怕了 修学活法的意义完全不见了 成活的进未来季广度众生 如果活成活以后 就什么都没有了 活打忘语 如果你信的过活 他一定度化众生 一定应对众生的一切分别因缘 所以活会有什么 还圣同居图 方便有余图 会有自暴身图 还有极光净图 依各种不同的因缘 显现不同的图 所以今天我们修学佛法 是不是一定要往生净图 其实你想不往生也去了 为什么 圣者出国二国 他们是不是五进居天 对不对 涅槃的 他也有他自己存在 否则他本也没有 即便他存在的世间 也是众远合合 随他功德眼线不同的差别 但随他的功德清津相 他的量不同 他的境界不同 身文他没有利他 他有一个很好自己安住的世间 身心 就是维世说的 由于八世转世层次 或是没转世层次的环夫 自有他献出来相对异的更生气世间 但菩萨跟佛他献出了一个很殊胜的 进环境出来 为什么 因为他还有利他的心 所以他才会有接引 就像说 我们这里可以用成一个大家很进修的一个环境 但我们必须要考虑 假如有居士来怎么办 如果我们纯粹只是自修 就不用考虑那么多 但如果要考虑接引众生的善巧的时候 就不得不考虑 在什么情况下 大家能安稳受用佛法 是不是这样 净土就这样产生 那净土的产生有什么作用呢 我昨天也特别提到 不要讲大话 你实际上就一个直接面对死亡的这种心情 你的心能安住在哪里 我不是讲说有人关心无常 试念处修到最后 到紧急的时候 一谈到跟他讲无常 他是很恐怖的 我并不是说所有修试念处的 因为那修的不扎实 但总是这样不扎实的还是人存在 有的人修试念处修到最后 他不在生命临终的时候 寻求另外一个生命的肯定 因为他知道 因为有无名故有生老实 所以他知道生死不是他挂爱的 他信得过 他不会说我修试念处修波仁 修到这样死了要去哪里 那你还怕这个干嘛 那你如果怕直接面对 退而求其事 寻求一条管道能让你怎么样 依你现前还有挂爱心 且又想发菩提心行菩萨道 给你一个方法 你可以在家里好好用功 你也可以到道场用功 你可以到佛学院读书 方法很多 哪个对? 应激的对 顺应你的音言的对 所以这部经到最后是怎么样 很有意思 我们现在就开始分别跳着讲 但精神传达就好了 释力佛如我今者称赞诸佛不可思议功德 比诸佛等义称赞我不可思议功德 而作誓言释迦牟尼佛能